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讲现在的故事给你听 你非信不可 让他们相信真的有鬼神 真的有轮回 真的有因果报应 真的有地义 有些人真的听了以后 我那个带子一出去 很多我听说了 很多人不敢再吃肉 所以英国教育很重要 所以这个季晓然说 季晓然就在这边 他做一个 他自己的一个灾药 他就说 他说指你六个人齐心同德 誓死训孝 实在是难哦又难 有命不要 这怎么不会感动天神呢 怎么不会感动呼啊 隆天的救他呢 季晓然说 常言说二人同心 齐力断金 两个人同心就可以断金 何况他们是父母子 你六个人同心呢 季晓然就在怀兰子 揽民信里面 有提到这样一个记载 季晓然说 这个怀兰子 这个记载 这个齐果有一位寡妇 因为她遭受这个冤期 蒙冤受屈 不能够自解 她没有办法伸张她的冤期 这位寡妇就护天作证 她说老天爷你帮我作证啊 结果寡妇她真的是清白的 她把这样的一个 我相信这位寡妇她一定是一个劫妇 就是所劫所得非常好的一位寡妇 所以她的这个信念 可以跟诸佛菩萨 隆天妇相应 她呼天作证的时候 顿时雷电交加 雷电下击 刚好把那个地方的那个 大概是一个 我们现在讲的叫法院吧 就仅供之台损坏掉 那个审判台 就毁掉了 真的把那个审判官 就吓住了 为他洗血冤枉 季晓然讲到这一段 他说何况张家六口都是自孝 他说今诚之至 我们常俗话讲 今诚所至今时为开 他说今诚之至 必能感通天地神灵 即使命中有定数难讨 但是神鬼也不得不给予挽回 那在我个人看的话是这样 是因为他大孝志的改变了业力 他改变了业力 那么这一段 这个地方是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那讲到这个 这个 理生 夺到这个天神保佑 我就讲我们现在一个故事给各位听 那真的是孝顺 一定多有父啊 龙天 我们这边有一个敬宗学院的 廖居士他在领众的 那廖居士本身是一个检验师 我们这边有一个检验身体的那个检验师 他自己开一个检验手 他就曾经讲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在三重新庄那一代 有一位开工厂的一位太太 她因为信奉这个观心菩萨 那么有一次呢 他就带领他的女儿 到我们这边竹林寺 林口竹林寺 他也是拜观心菩萨的 林口竹林寺的那个观心菩萨 听说是跟我们万法 台北市万法龙山寺的观心菩萨 当时从大陆普陀山请过来说 寺刚好是三尊 那一尊就安在 现在万法龙山寺 一尊就安在林口竹林寺 另外一尊听说流落到民间去 在哪里现在不知道 总共在大陆普陀山是请三尊过来 那么这个新庄的这个工厂的老板娘 就带着她的女儿去 林口竹林寺理观心菩萨 我们讲说一簪一礼都有无量功德 会种下一个善根下去 那那个小女生她就拜下去的说 她就问她妈妈说 这个是什么神 她把佛当神 她说这是什么神 她妈妈就跟她讲说 这个是牵手牵的观心菩萨 我跟林口竹林寺 观音菩萨很有言 我先把这个故事讲 结果那个小女生就在阿拉雅寺里面 种下这一个善根的种子 她就说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 她一定是这样一恋真诚 就跟菩萨自成感通 她这样一个底底里面 就种下一个善根 种在阿拉雅寺里面 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 所以你想到这里 你就会想到说 你每一句佛话 其实都种在你的阿拉雅寺里面 你的八色点里面 有阿弥陀佛的念佛的种子 你在紧要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就会救你 你想不相信 道正法师的叔叔 也是很铁齿不信佛 道正法师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常常欠叔叔练佛 叔叔虽然不排斥 但是他不练 但是道正法师都特地 把他练大声一点给他听到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他明明知道他是不是在旁边 他练给他听 这就是干什么 做什么 我们父母如果现在刚开始 还没有学佛 我们练给他听 虽然他表面上是在看电视 他又在听你练佛 我们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什么呢 一入偶棍 勇为道众 嗯 眼睛在看电视 其实心里在想你练阿弥陀佛 那道正法师当时就欠他叔叔说 哎呀叔叔你练佛嘛 这练佛功德非常的好啊 他叔叔就跟他讲 好啦你练就好啦 你练就好啦 有一天啊 晚上太晚回来了 骑脚踏车 经过他们那个乡下的一个河床 一条河流的一个溪床 那突然间 倾盆大营呢 河水暴涨 那平常走路过去都没事 骑脚踏车过去都没事 嘟嘟那一天呢 河水暴涨 他就踩到流沙啦 踩到流沙以后呢 他感觉好像有水鬼在拖他 就是溺死鬼啊 溺死在那个河流里面的那个溺死鬼 我们都叫水鬼啊 他感觉那时候 他踩到流沙的时候 他感觉有人抓住他的腿要拖下去 他们一紧张之疑呢 平常亲那个道正法师 练南无阿弥陀那六个字的力量 就浮出来了 他就练南无阿弥陀我救我 南无阿弥陀救我 因为很紧急嘛 因为很紧张嘛 各位我讲的都是真实的故事 你们一定要相信 结果他说很奇怪 他就练南无阿弥陀 一急破的时候 那个水啊 水中的那个脚踩到流沙的地方 防火一个东西把他拖上来 就是拖他上去那种感觉 拖上去了 他就浮起来以后呢 就赶快起来跑回去 回去跟道正法师说 哎呀 练我共同不可思议啊 这真的救了我啊 你看 练观心菩萨 成观心菩萨 练佛 我们讲说练佛成佛 练佛是因 成佛是果 结果 结果刚才就 提到那个 廖基士讲的这个小女生 他刚好工厂发生火灾 火灾内 从一楼烧到三楼 身所不见屋子 那他怎么办呢 黑漆骂屋的 整个里面楼梯果都是 都是那个熔烟啊 那他那边是一到三楼 工厂的厂房 一楼是厂房 二楼以上是住家 因为楼下烧得太厉害了 所以他妈妈就把他带往楼上去 可是带往楼上去都是 几目所见都是熔烟 你找不到哪个是门窗 哪个是门 你不知道啊 你总要走到那个房间的 旁边有窗户打开 校王队的云梯车上来 再帮我救到你啊 这个小女生啊 有善根 跟观世音菩萨有缘 他就在那一刹那 围挤关头的时候 他脱口而出的时候 牵手牵领观世音菩萨救我 因为小女生练得很真诚啊 观世音菩萨寻生救苦 我们练普文评里面讲 千处祈求千处印 苦海常作渡人舟 观世音菩萨没有空间 时间的距离啊 他们已经是入圣身禅定 已经入练佛三昧 观世音菩萨是修 五根元通的 在任年纪里面的二十五元通 他是修五根元通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他跟诸佛菩萨都一样 诸佛菩萨救我们不用坐灰机过来 一炼即治啊 就像莲慈大师在大回向文里面讲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怎么 怎么个表示呢 他说七身必寝之间啊 你们那个大回向文里面有这一句 七身必寝道连池啊 什么叫七身必寝 所必顺开这样 一炼之间啊 叫七身必寝道连池啊 佛菩萨有这个功夫啊 他六通俱直啊 天脸通 天偶通 踏心通 宿命通 神直通啊 一炼即治叫神直啊 落尽通啊 所以 一知十治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往生极乐世界绝对是真实不虚 各位一定要深信不疑 所以我挤的这个真实的公案 就是要增长各位的恋佛信心 还有恋佛的功德 也许你现在的父母 也许你现在的小孩 没有像你现在恋佛功夫那么好 拿个祭祀器 拿个炼祝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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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恋什么 他都听进去啦 就像那个道正法师的叔叔一样 你为他种下 恋佛的种子下去啊 他有一天就会脱口呕出啊 他是非课程度好朋友 són 簧 还